美国一方面将关心阿富汗民生福祉和经济重建 另一方面却把一切能带走的都带走 不能带走的就炸毁 连科普尔机场的导航设施和属于阿富汗人民的民航飞机也不放过 这是过河拆桥给阿富汗留下了满目疮痍 美国一方面花大笔的钱从阿富汗捞人撤人和安置几万美国关心的阿富汗人 另一方面却对数千万阿富汗民众的疾苦袖手旁观 一毛不拔 对不负责任撤军制造出来的数十万难民不闻不问 美国一方面要求别人尊重基本人权 另一方面却对自己在阿富汗等地 践踏人权的劣迹惠莫如深 而且仍在给阿富汗人民制造新的痛苦 美国一方面回避自身对阿富汗今天乱局不可推卸的责任 另一方面却对他国特别是阿富汗邻国的建设性努力 妄加揣测说三道次 美国政府一方面说要反恐打恐 另一方面却继承前政府的错误政策 不同意将东伊运重新列为恐怖组织 事实上再搞双重标准和选择性反恐 美国一方面反复表达在阿富汗问题上 希望与中国合作 希望中国做更大贡献的愿望 另一方面却声称自阿撤军是为了集中精力对付中国 旨在转移战略重心应对所谓大国竞争 我不知道美方这些逻辑何以自圆其说 美国需要给国际社会一个交代 6月18日 诶